我第一次参加台北军事审判 两个单位 政策杂志 用政策的气质来参加台北军事审判 非常是地路蓝点 但是很多人看到我们的努力 所以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还有一个政府看到了 它认为它可以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今年是跟政府的一个基金会 台北市文化基金会一起来合作 合作六个单位 最重要是我们今年的演讲的场子 五十三场演讲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在围绕着 我们眷村大的喜爱 1949 1949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 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 实际上的实陆的 非中国的一个地区 也是也有人认为 是一个值得送送的 一个值得去探讨 对台湾这个能力的文化社会结构 有重大影响的人 一顿在对岸 1949 10月1号 中华人员共和国 我们在这边 中华民国 也在泛发共享 成为一个普遍的力量 所以建村 不是只讲他们应急建筑 不是讲他们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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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讲他们的律师 就真的是有两岸的情绪 就是要自己不了解 谢谢 谢谢